閒聊軍中八卦 討論軍情動態 還是一起來研究軍武知識 這些盡在後衛豐富的部隊鍋 歡迎回到每週三吃過的時間 這裡是部隊鍋 我是聯合報軍事記者旭位 在我們9月中 大概9月14號和16號 陸軍航特部將要進行年度的水域跳傘 這是屬於特種地形跳傘的項目之一 另外一種的特種地形跳傘 則是俗稱鐵漢傘的山地跳傘 陸軍特戰閃兵除了一般閃之外 到底他還有哪一些的閃降任務 又是怎麼樣訓練的呢 今天我們就來為你一一的介紹 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到的教官 等一下您聽到他的聲音 您一定會覺得非常的熟悉 如果你是閃兵的話 聽到這聲音可能會有點不寒而栗 其實應該說是比較親切的聲音 他就是前神龍小組的組長 葉宜盛 葉教官你好 各位聽眾 宇威哥你好 我是前陸軍神龍小組組長 葉宜盛 非常高興來到 不對過這個節目 教官我先跟你請教一下 因為像這種九月中的這種水域跳傘 它是一個特種地形跳傘 這種跳傘除了這種一般傘兵 他在潮州空降場會跳 所謂的五四基本傘 然後才會玩訓 其他這種特種地形的跳傘 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他們會需要受到這樣的訓練 其實近幾年來 國軍在傘訓裡面進步的非常的大 我們除了保留到原來的跳傘場訓練班 還有特種地形高空訓練班外 我們也增加了海上跳傘 60的直升機 CH4管 還有高空的專精等等的訓練 那特種地形跳傘是屬於一個中階級的訓練 你完成五四基本傘之後 部隊選員受訓 來到我們空訓中心之後 接受的複雜地形的跳傘 以及水域的跳傘 它是屬於中階的 就是我五四基本傘之後 你再往上一接就是這個東西了 就是這個東西 那高階的就是神龍小組的高空俗訓 還有高空滲透跳傘 所以只要是到了高空 像您之前的神龍小組 就是只要到高空傘就叫神龍了嗎 是的 所以神龍小組並不是單純的 就只是像之前那種教學生的那種教官 包含作戰的也可以叫神龍 基本上神龍小組在作戰的時候 必須轉換特戰突擊隊員 來執行高空滲透震動 所以說平常是教學生 但是如果有出任務的時候 你也是特戰隊員的一部分 原來是這樣 那可是這種特種地形跳傘 我們今天先從我們就是在這個月中 要進行的水域跳傘開始好了 水域跳傘跟一般陸地的跳傘 它有什麼基本上 你在學習知識上面 要先有的一些觀念 有什麼不同嗎 其實進入中階跳傘的時候 大家都完成過五次跳傘的訓練了 你再來在中階訓練 尤其是在特種地形的跳傘 要區分一個 我們區分為路上 複雜地形 跟我們一個海上 那我先講路上好了 在複雜地形裡面 我們之前是在中遼山跳傘 那是因為地形的關係 所以現在改為在蒼籠了 那你一個人進去之後 在複雜的地形覆蓋的那麼多的樹林 跟芒草 你首先你要方向叛讀 方向叛讀 當然啦 因為你出來的時候 你不知道集結點在哪裡 所以你要知道方向在哪裡 然後你要進入如何的求救 如何的保命 我們會教他整個的 自救互救的一個訓練 因為你在裡面的地形是非常複雜 你受了傷 也沒有人會去救你 所以你必須要互救 那再來經過的海域 我只能講水域跳傘 水域跳傘最重要的部分 我們要教他什麼呢 教教他傘距覆蓋的處理 如果你在海上的話 或在水域的時候傘距覆蓋 你有30條的傘繩 或許會纏在你的身上 如果纏在你的身上 你沒有辦法浮出水面呼吸 你會導致自己的陷入危險的狀況 那再過來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水上的解脫 那解脫我們又區分為兩個部分 一個是入水前的快速解脫方式 那這個基本是在訓練所使用 訓練才用入水前解脫 對 那你真正我們還會教一種 作戰的時候解脫 那這個就比較複雜 你必須要調整坐安 解開附散左邊連結溝 解開胸帶解開腿帶 放下腿帶 在入水前的兩到三公尺 你要完全完全乾乾淨淨的路過水面 因為你作戰的時間 沒有時間再讓你在水裡面 慢慢的解脫這些東西 你必須要快速找到你的輔助工具 來完成你的作戰任務 所以會有這兩種解脫方式 哇 剛剛聽教官講那個 就是作戰時那個入水解脫 那個口令啊 就是迅速 我覺得如果是 如果您是散兵的聽眾的話 有沒有突然覺得 回到受訓的時光 好酷 可是那個 那個作戰的那種快速解脫啊 就是就您過去的那些經驗 還有您教導的經驗 那個大概在幾秒之內要完成啊 其實我第一次跳傘的時候 2000英尺跳出來 其實在我入水前的時候 我都幾乎還沒有解脫 我沒有解脫完了 我記得我第一次沒有解脫完 因為比較緊張 因為你光調整坐彎這個部分 在空中的時候人是下降的 可是閃距是把你要浮起來的 所以你跟閃距會有一種拉扯的作用 尤其你在胸帶明明是在肩窩的位置 可是你閃開的時候 肩帶幾乎是在耳朵的位置 不一樣啊 所以解脫器在耳朵的時候 你就不好去判斷 可是因為你自己本身有這種經驗 所以你才能將你的經驗傳承給你的學員 來告訴他們怎麼樣的快解脫 那現在在這幾年也獲得很大的改善 幾乎在跳出了之後 在離水面大概剩500匙左右 幾乎都可以完全解脫掉 那等到入水前二支四英尺在華麗套袋 露出水面 哇塞 所以其實在他們在空中 就已經開始在做這些動作了 是的 一定要在空中開始做 那會不會說這種風險 其實以作戰 我們今天不講訓練這一塊 以作戰這一塊 是不是在水域跳傘的風險 跟一般陸地的跳傘來比會比較高 水域跳傘的最重要的安全是不是 是腳不會受傷 因為它不用接觸到路面 可是你在解脫的過程之中 尤其在解脫的過程中 如果你沒有抓好的話 你會滑出套袋 掉入水面 那有沒有事情發生過 在我這麼多年的教官生涯裡面 我就看過兩次 一次是新加坡部隊 一次是我們自己的人員 在108年的時候也是因為解脫太快 滑出水面 導致受傷 其實我不怕受傷 因為任何訓練都有風險都有受傷 一定 我們要如何從風險跟教訓之中學取到經驗 然後做了一個側近動作 我剛剛講到那個就是這種滑出來 我覺得在滑出 如果是在解脫不小心滑出的時候 從空中掉到水裡面 我覺得那個壓力應該會蠻嚇人的吧 非常的可怕 因為我看的這兩個都蠻高的 大概幾尺啊 因為我們從錄影帶方向盤的話 他大概還 大概在150英尺的時候 就掉入水面 蠻高的 很高 那個應該是他們生涯中跳水最高的高度 我覺得有可能 可是這種水域跳傘 我們像剛剛聊到訓練的部分 那這個雪域他們在訓練過程中 大概會經歷過哪一些的階段 就在水域跳傘的話 如果我們今天做水域 水域跳傘 其實你一入門的訓練 我們就會先測你游泳 這是最基本的 對對 因為你不會游泳 你不會游泳 你不會穿 雖然我們在水域跳傘有穿救生衣 這是一個訓練的一個安全 但是我們一樣會完成到 你400公尺的游泳的検測 是戰鬥游泳嗎 是的 有時是戰鬥游泳 因為我們不可能坐 游泳庫 對啦 因為作戰的時候 我正在講 站位訓 訓位站 不會看 所以我們在訓練的過程中 一定是按照比照作戰的模式 所以他一定是武裝的方式來游泳 游泳玩了之後 你才能進入到高塔 那高塔最主要的部分 我們就是要教你出來的時候的口令 整個的跟一般的吊架的口令比較不一樣 水域跳傘的口令跟一般我們傳統不一樣 就像我剛剛所講的 你必須要調整作案 解開副傘左邊連接口 等等一起 等等 那你入水之後 你要快速的能夠找到你的方向 然後找到方向 雖然我們現在的訓練很安全 都會有一個一艘 一個人跳傘 一艘挺跟著 但是國軍的最終訓練 還是要在獨立作戰的完成 所以在訓練的時候是非常嚴格的 所以是 先游泳嘛 游泳之後衝高跳台 然後高跳台之後 中間好像 因為像過去我有採訪過 那時候你還在神龍那時候 曾經有到大舞營 那時候大舞營的時候就有看過 就是你在那邊督到各個的學員 因為其實蠻多戰 就是你要練那個 五點著陸啊 那些那些 所以那個在水域跳傘 要重新學那些嗎 也要 也要 因為你畢竟是離開傘訓場之後 你必須還要撕回 你原來的 讓他整個熟練 以前的動作 不管是跳台側滾 還是急身訓練 吊甲訓練 等等 都必須還要再複習 所以剛 因為你有講過 就是他必須要先 做一些解脫嘛 所以變成說他在一些 像我們剛看到一些 那個吊架的那個地方 是不是 也要重新做一次訓練 因為好像口令不一樣 對 也要做重新的訓練 包含到你 再回復到 複雜地形的樹上降落 電線降落 還有水域中的水上降落 都要在整個複習 所以其實是完全一套新的課程 應該是複習課程加新的課程 磨練的更多 那大概要多久 就是從真的可以上飛機 一個還是要三個禮拜的地面訓練 三個禮拜地面訓練 三個禮拜的地面訓練 最後完成地面的兩次 然後兩次的特種地形 兩次的潮軸 跟兩次的水域跳傘 六次的跳傘 所以其實那一把下 還是要六次的 對 那這種水域跳傘 我們剛剛講是訓練這一塊 可是在這種戰術的應用上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可能會很好奇 因為像台灣 我們是四面環海 可是我們基本上是首次作戰 可是為什麼我們會需要水域跳傘 當初在這個水域跳傘 在我們要發展這個課程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最早期的時候 並不是我們國家自己的一個班隊 不是我們自己 不是 我記得我學的時候是我配合著新加坡 協訓的時候 由教官組跟高空牌選員去參加 他們的水域跳傘 那個時候在大鵬灣 大鵬灣 可是慢慢之後 因為國際情勢改變 他們在這之前已經十幾年不來了 可是我一直在想 我們不能把這個訓練給中斷 所以當時也得到了楊天孝司令 然後潘崎岳的指揮官 洛貞軍指揮官的同意之下 我們在軍進沿以一個訓練模式 訓練方案 從近距離的海上跳傘開始 一直到中距離 甚至二三十公尺遠距離的人裝空頭 一起出機門 來真正的 不管是未來的台澎逢衛作戰 來保衛我們的台灣的一個模式 所參加的一個訓練班隊 所以真正在這種作戰時候 所使用的那種水域跳傘 其實它是人裝會同時下去的那一種 基本上我們在最後 跟新加坡協軍的時候是人裝 因為你在二三十公里外 甚至更遠的地方 離目標區的海上跳傘 人不可能游得回去的 所以你不管是它的水下推進器 或者是超舟機 橡皮艇等等 你都必須要跟個空投出去 所以我們的目標 當初所建立的目標 一直希望是人裝一起出機門 在空中的時候 你可以盯著你的裝備入海 入海之後 你的裝備已經完全解脫 只要能夠快速滑上你的裝備 把超舟機裝上 或者橡皮艇充氣 等等的裝備等等的因素 然後快速的向目標去突擊 可是像我們剛剛在錄音前期 我們有聊到就是側門跟後門的問題 因為其實像很多人看到跳傘 在台灣都是腰山洞的側門跳 可是我們在國外的一些影片 常常看到他們是用後門跳 就是後門跳傘跟側門跳傘 這之間是不是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其實我們國家的西遙山洞兩邊的門 我們都稱之為閃兵門 對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在訓練 應該講 訓練我們幾乎都是從側門跳 但是可不可以從後門跳是可以的 我們國家有沒有能力 有能力 我們國家也有從後門在跳出 只是你在後門跳的概念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因為人跟裝 你一定要一起出去 裝備那麼大 閃兵門才90公分而已 你出不去裝備 所以我們用後門來跟人裝一起出去 這個在教官組啊 或者是成績一些弦輩 我們都做過 跳過這種東西 那是不是在這種跳傘 因為那個 就是這兩個地方跳傘 因為氣流的不同 是不是會造成說 閃劇其實是在使用上 會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區分 是的 因為我們都習慣了 慣性的喜歡 從閃兵門跳出 所以我們在閃兵門跳出的時候 我們都會跟學員講 三分手力 七分腳力 向前向上45度腳跳出 因為你要挺小腹的時候 阻抗那個風流 可是你從後門跳出的時候 你是面向外面 背向飛機 那等於是 要煽動的弦欲氣流 是完完全全從你背後出來 這時候我們就會叫他不要去挺小腹 甚至要把小腹縮起來 兩腿曲起 讓身體成一個拱字形 很順的 讓飛機的風 再把你帶出去 那這兩者的都是在尾旋帶裡面 我們都盡量能把他的傘 全部把它打開來 因為剛剛有聽教官有講說 其實我們跳傘 雖然說那個傘張開 感覺好像是一個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可是其實 好像其實跳傘的傘張的過程 跟我們平常意識到的 好像不一樣 對不對 其實你看我們說 要達速4秒鐘 對 1秒鐘2秒鐘3秒鐘4秒鐘 可是你真正在看的時候 幾乎出來不到2秒鐘 傘就張了 對 張得很快 其實傘的在張的過程之中 也有在靠飛機的尾旋翼 來幫你吃風進去 加速你的張傘速度 所以就等於是讓飛機幫你吹風的概念 對 是的 原來是因為這樣 因為我們都以為說 是因為跳傘 你向下的時候 傘會自然的 因為受到那個氣流向上 然後撐開來 所以其實是用吹的吹開來 對 其實我們也是 讓飛機的尾旋翼 讓你尾旋翼的氣流 幫你吹 能夠能夠 均速的張開 哇 原來這麼有趣 可是像那個 以這次跳傘的點 因為像這次在大鵬 以前聽說有在加入堂 那這種水域的跳傘的 這種你們當初在設計這些訓練的時候 那些水域 你們有怎麼樣挑過嗎 其實我們都盡量 第一個我們當不老民 那之前為什麼在大鵬灣跳 因為大鵬灣那個時候 還沒有BOT開發案 它又屬於內灣 對 因為以前是空軍的一個基地在那邊 對 它又屬於內灣 它不受海浪的影響 非常的小 以訓練來說安全性比較高 對 它伏地又夠大 所以BOT開發之後 裡面的柯農 那時候還有柯架 是 慢慢的之後 那在長官的指示之下 要我們另尋場地 我們也不能離機場太遠 總不能這邊飛到宜蘭跳傘 所以我們就在附近 跟空軍防炮部隊就講好 我們在對空射擊場外面的加入堂 也就是每次演習的時候 海軍陸戰隊登陸的地方 那它的鯉魚港有點距離 那也是我們在軍方前面的一個場地 那這樣子它的水流也很平坦 那在沙灘上面也很緩和 所以我們就選定那個地方 做我們海上跳傘的一個訓練場所 原來是這樣挑 可是實際上在任務的話 你們並不會特別挑水域吧 不會 這種在戰術上的話 在戰術上不會特別挑水域 我們是以戰術 在戰術上面來講 我們是以作戰的目標 來設定我們的著陸 區域 假設說今天我可能要到 好那個廈門來說的話 因為剛剛教官就有講到說 就是在那個跳傘 尤其人莊 因為其實在水域跳傘來說 最終就是人莊要一起 那人莊要一起的話 因為其實像我過去看 因為我雖然說跟空軍的領域比較熟 因為空軍有一個部隊叫PJ 你應該知道 是的 他們也是常做這樣的訓練 因為他們的任務內容就是這樣子 那我就看到他們在跳傘的時候 他們都會很努力的操傘 因為他們是自拉傘 就是跟神龍傘一樣 他們就會讓自己跟他們的一些橡皮艇 或一些裝備都會很接近 好像在水域跳傘裡面 操傘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對不對 是的 我剛說過 我們所有的訓練 都是要以作戰為目的 而產生的訓練 所以我們都一直朝向著作戰的方式 來模擬訓練 那所有的訓練過程之中 我們要怎麼樣快速接近我們的裝備 所謂的快速接近我們的裝備 尤其在水域範圍裡面 如果你跟你的裝備分開太久的話 第一個你會被洋流帶著走 被海流牵著走 第二個你會在浪的起伏之下 你會後面找不到你的裝備 因為其實跳過海上的人都知道 其實你真正入水下去再浮起來的時候 你雖然看進了方向 可是浮起來之後你會不知道方向 因為海浪永遠會高過你的頭 所以你海浪起起伏伏的話 你會不知道你的方向 所以我們為什麼一定要推廣說 盡量海域跳傘 用NC1的傘距 這樣子的可操縱性的 離你的裝備越近越好 可是我想有些聽眾可能是 並不是傘兵出身 他們可能對於傘 MC1 我們現在常用的傘是T10B 那可不可以教官我們先簡單介紹一下 幫大家先補習一下 就是我們國內目前以 我們特戰人員使用的傘具 在空訊中心使用的傘具 我們先扣除掉 就是你們高空滲透傘的內掛 內掛比較特別 那我們現在常用的這種隱障帶傘 通常就是T10B跟MC1 這兩種傘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其實在T10B來講 它幾乎是一個隨風飄的傘具 也就是一個初學者 基本的傘訊人員必須要會的傘具 那因應NC1的產生 是因為我們需要一個簡單 而又學的 不像高空傘那麼複雜的 所以我們又引進了NC1傘具 那我剛剛說過T10B是隨風飄 那NC1它可以抗6里的風速 也就是在6里的風以下 傘具是可以前進的 那如果超過6里說那怎麼辦呢 那我們還有一個 我們超傘有前進超傘 也就是順風超傘 逆風超傘以及頂風超傘 這三種超傘的方式 所以到達NC1的時候 就等於是要進入一個中階的訓練 所以它是一個比較進階的傘具 是的 可是以下降速度來說的話 那個MC1和T10B哪個會比較快一點 其實我們下降的速度 其實並沒有所謂的等號一定的 你必須要依照你當初的氣流風向 因為在地面上 是不是還有裝備重量有差 對你個人的體重個人的裝備 還有我們地面所引導的氣流都有差別 你或許第一個跳出就讓很多人看傘看到跳傘 第一個跳出它絕對不會是第一個著陸 有可能是第五個第六個它就著陸過 它可能在那個地方它就有所謂的熱氣流 所以它就降落速度會比較慢 也跟地面有關係對不對 是的 因為像如果地面旁邊可能有工廠有個煙囪之類 就會有影響 或者說是一個比較黑的田地 因為像那個我們有去玩那個所謂的滑翔機 滑翔機 對 他們會講說如果你今天高度不夠的時候 你去找那個比較黑的田 你去那邊上邊繞一下就上去了 所以也是會有這樣的影響 尤其是下雨過後太陽出來 它整個熱氣上來之後 噢 實氣中的時候 其實它就跟飛行傘的原理很像 為什麼要去找熱氣流 可是當然啊 跳傘不可能去找熱氣流 只是如果你碰到熱氣流的話 你真的會下降速度很慢很慢 所以你們會希望自己比較快一點嗎 還是慢一點在下降的時候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其實在最後一堂課的整備營地 我經常跟同學講 你要快一點還是慢一點 很多人都說要慢一點 因為著陸輕嘛 可是我說在訓練中可以慢一點 但是作戰中你就不能這樣子 作戰中你越快下來越好 因為你在空中是沒有戰力的 沒錯 你是一個火把任人打的 所以訓練可以慢一點 但是真的在作戰之中千萬不要那麼慢 可是這種傘劇超傘 尤其像MC1 因為T10B我們知道它就是一個水風飄嘛 可是MC1我可以讓我自己像 你們在拉那種自拉傘一樣 可以讓自己比較快的方式著陸嗎 基本上在NC1 比較快我想說操縱的閃距有濕速點 但是NC1閃距它並沒有濕速點 是沒有 對 高空閃就有了 對 那高空閃距如果你拉過濕速點的話 會非常的快的下墜 對 但是NC1就算手上踩兩圈也沒有 但是有一個方式會比較快的方式 就是把操縱繩放掉 那拉我們有四根操縱帶 把那兩根前面操縱帶往前拉 那就會比較快下來 我覺得這個部分可能是要跳傘的人 才能夠意味這個中間的奧秘 如果你是服役閃兵過的朋友們 我覺得今天聽到教官這樣講 應該有很多印象全部 加上那個教官很清晰的聲音 應該馬上印象全部都回來了 就是那兩根啊 對 所以是它並沒有一個濕速的速度 所以只能靠一些技巧 讓它稍微快一點而已 是的 然後並沒有像自拉傘那樣 我們可以直接拉到一個濕速點 就可以很快速的下來 所以其實安全性來說 其實NC1還是一個非常高安全性的閃距 NC1還是全新放 而且NC1又是我們自己國內 在209兵工廠就可以生產的閃距 技術轉移生產的閃距 可是外型上面有差異嗎 因為我覺得這好像 當然有差異啦 因為NC1有洞對不對 開了11個封窗 大小不等的封窗 T10B就沒有 它就是一個上面的19寸的排氣孔而已 對 所以現在我要說的是 閃距在我們的國防自主工業 209兵工廠來講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真的已經非常非常的棒了 符合也適合我們的訓練 也適合我們國人體型等等 所以其實NC1當初設計的時候 就有參照我們自己的體型重量去設計了嗎 是的 也加了看半翻網 也減少了半翻閃的機會 其實它是個蠻好的東西 可是我們現在要回到訓場的部分 因為剛剛聽趙官就是介紹過 就我們現在使用的一些傘距的部分 可是在跳傘的地方 其實台灣是個不太適合空降的場所啦 因為我們的都市密度夠高 因為其實像過去一些早年啦 早年有聽過 因為我很喜歡去陽明山逛一逛啊 晴天鋼嘛 其實有講說 騎在台北跳傘 大概只有晴天鋼可以跳而已喔 對 所以以前晴天鋼很多鋼哨嘛 就是這樣來的嘛 那像目前我們的訓場 像剛剛我們講說 像那個特種地形跳傘 因為以前中療山 或因為攤方的關係 現在變跑到昌漏農場跳了 那水域跳傘的話 就是跑到 現在回到大鵬灣了啦 對 這次像這個月中的 就像我們這一集 上架這一天 剛好就是教官跳 去跳大鵬灣 那16號星期五的話是學員跳 他們在大鵬灣裡面跳 那在屏東 一般的跳傘在屏東的潮州空降場 可是大家應該知道 潮州空降場可以說是 世界上有名難跳的地方 教官我們可以聊一下 這個 潮州空降場 我們好像大家覺得 好像蠻大一塊啊 然後中間有一條路經過 可是其實就是那條路 變得很難 然後我們就聊一下 這個空降場 從空中看到底是什麼樣子 因為應該很多人都沒有辦法看得到 因為買辦票的人不多啦 那它到底長什麼樣子 在空中看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在跳傘跳下去 尤其是你應該 你還能回憶到你第一次跳的那種感覺嗎 那個 覺得怎麼那麼小個地方 其實我要說這個潮州空降場啊 我這28年來我接過不少的國外的參訪 你知道嗎 每一個上來都說 哇這麼小的空降場 你們怎麼可以跳啊 你們是在開玩笑嗎 人可以進去嗎 我是一點蠻臉的問號啦 我說為什麼不行 其實空降場啊大家都知道 只要是閃避人都知道 它的長大概只有一千 寬只有兩百 然後三百公尺 那你周邊又有農田道路啊 房屋 等等的一些東西 那你要進去 從從空中看起來 它就像一個廣大的一個平原草地 很漂亮很舒服 可是你在你想到我能不能進去那麼小的一個地方 其實你身上又會害怕 你又怕飄出場受傷 你能不能進去 其實在這個空降場的跳傘啊 其實我還是要說 我們的導航真的很重要 我們的導航牌像一些邪訓的國家 如果來到我們台灣的話 幾乎都是用我們的導航牌來導航 因為我們的導航牌對於潮州空降場的方向 風向 風速 氣流 大五山的迴旋風 每一個時間 每個季節所吹的風 不管是西南風 東北風等等的印象 都掌握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在跳出之前 導航牌會先計算 依照風向風速計算漂流距離 然後選擇是跳出點 來讓人員跳出 可是跳出點的話 因為導航牌在地面嘛 我記得就是那個 之前看的神龍 他們會就是放那個煙啊 是的 可是那個飛機前面的飛行員 怎麼去決定說這個點我要打綠燈出來 當然是由地面的導航牌通知 你到打綠燈這樣子 他的口號就是一號預備 跳跳跳 第三個跳字的時候就要打綠燈 原來飛行員是聽你們的那個無線電這樣 我覺得應該也解掉了很多人的疑惑 講說一起來你飛行員怎麼走 地面 地面講的 對他的口令就是一號預備 這個時候機組員就會把手放到爛鈕上面 當他聽到跳跳跳 第三個跳字的時候 他就按下綠燈 傳達給後面的閃兵們 原來是這樣 是的 因為在電影裡面我們看到紅燈啊 什麼10 seconds啊 就像10秒鐘 然後變成綠燈 跳跳跳 然後導人拉出去這樣 其實那個綠燈是導航牌的人告訴他的 導航牌的人告訴他的 因為我之前在地面拍那時候跳傘嘛 就有聽到那個跳跳就導航牌的人在喊 然後我想說哇 怎麼那麼厲害那麼精準可以在那個時間點 然後想說那上面燈號到底什麼時候亮的 原來是從這樣子亮出來 地面引導的 那想另外一個叫有疑惑的地方就是 因為我們在聽一些閃兵人講的故事 第一個人跳好像是不能超閃對不對 你應該講四風教官 四風教官 為什麼不能超閃呢 他是要給導航牌跟地面指揮官做一個引導依據 其實你看1250英尺到地面中間的空城 氣流是看不出來的 對看不出來 你就算煙放上去 他頂多到300英尺400英尺 他就吹閃了 所以你中間到底是怎麼樣的氣流 沒有人知道 閃跳出到著陸 他不會是一個斜角度 也不會一個垂直角度 他會成不規則的擺盪 所以第一個跳出來的 不要超閃的原因就是讓導航牌跟地面的指揮官 能夠知道中間的空城的氣流的飄向 能夠增加最 學員的安全 那通常第一個挑出來的幾乎都是教官來擔任 都是你們神龍 是的 因為教官經驗比較豐富 不是密不值錢 是因為教官的職責 可是這樣 可是暫時就不是這樣 暫時就沒有了 那你們導航牌在暫時的時候要怎麼用 暫時的時候一樣放煙幕之後 因為在整個的作戰環境之後 我們可以用奪破到雷達 搜尋到氣象雷達 搜尋到各層的風 用雷達 對 各層的風 像炮兵的氣象雷達 我們收到各層的 包含到每一千尺 甚至每一百尺的風向風柱跟走向 來做計算判斷 但是因為畢竟潮州空降場比較小 所以你們會做一個很精細的判斷 可是在暫時的時候 似乎就沒有辦法到那麼細了 就沒有辦法那麼細了 所以變成說 大家自己的操散還是要這個技能 畢竟我們在潮州訓練 還是要以安全為主 沒錯 可是這樣 像這一次水域跳傘 你看就是那個 14號是教官跳 然後16號是學員跳 為什麼像這種的跳傘 你們教官都會先試跳 不管任何一個訓練 只要是一個新的班隊 新的地形 都要一定要由教官 像我們的水域跳傘 付出的時候 也是我們教官組先跳 可能大家想到那件 秦涼峰那件事情 要再付出跳傘的時候 也是教官組在潮州先跳 60CH4拐等等的訓練 也都是先校官 因為教官在整個完成做傘規劃之後 你必須要依照你的計畫 或者是教練 紀律在檢視到底對或不對 一定要到百分之百 跳傘我經常在講 只有0分跟100分 沒有所謂的2分 沒有所謂的99分 只有成功跟失敗 兩極化 所以一定教官組一定會做到 百分之百的安全之後 他才會讓學員去執行 是 所以這是一個保護學員的一個 是的 也是教官的職責 先跳先確定這個地方 這樣安全的 可以做得到 就是一個身先士卒的一個概念 是的 原來是如此 那再來就是 我們剛剛都一直在講到水域的地方 那在這種特種 所謂困難地形跳傘 像鐵漢傘應該就很多人聽過 那鐵漢傘跟一般的跳傘的差異 為什麼會需要特種地形跳傘 然後大家都知道鐵漢傘 那個包的跟粽子一樣 對 可是在真的你作戰跳傘 有辦法包的像這樣子嗎 鐵漢傘在複雜地形跳傘 是 是一個 後面幾乎都是要一個常態的 因為你要在台灣去找到一個 平原或一個開闊地 而且又有軍事價值 可以攻擊目標的 真的是少之又少了 所以 台灣的複雜 其實你複雜地形包含到城鎮 包含到山川 湖泊 高地 而且台灣電塔都特別多 對 你這些都複雜地形 那 這些的複雜地形跳傘 你首先就必須要保護到自己的本身安全 所以鐵漢傘的就是保護自己的安全一種 鐵漢傘它非常的厚 經過改良之後 它也變得非常的輕巧 不像以前是那種棉袄似的 對 所以你跳著陸之後 不管是在樹上或者是山 那個樹枝插道 它都不易讓你自己受傷 尤其包含到鐵漢盔 所以你看他穿鐵漢裝的時候 他不是戴國軍的頭盔 他是戴鐵漢盔 有點像那個打劍道那個樣子 對 劍道的那種 不管是面戶 還有整個頭部的保護 所以他是因應要保護傘兵著陸的安全 所衍生過來的 原來是這樣 可是在這種特種T型跳傘 會不會說其實用自拉傘會比較好運作 可是自拉傘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學得會的 真的喔 領悟性那麼高的 因為你跳出機門加上自由落體 就像我每次在訓練高空跳傘隊員的話 他的及格率大概只有三成而已 這麼低啊 這麼低 因為你抗壓性很重要 是 有人會越跳越怕 會這樣子喔 我也以為是越跳應該會覺得越來越嗨這樣 因為有人會越跳越怕 心裡那個魔障他過不去 他就沒辦法 所以自拉傘當然是好啦 那我們也很希望每一個都可以跳到 像神龍小組的方塊傘可以精準的著陸 哪怕今天我講一些不好聽的話 我今天要攻佔總統府的司令台 我絕對不會跳到南廣場 當然越精準越好啦 可是並不是每一個人都適合到自拉傘的這種模式跟訓練 所以他要更大的強大的體魄 跟強大的一個膽識 他才能去克服 而且好像自拉傘其實上的課還蠻多的 那幾乎要到六個月了 對他的學科 因為我之前有去看一些這樣的介紹 就其實 要到他們那個教官等級 其實那個學科 是的 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的多 跟一般像我們這種不管T10B也好 或者說是MC1還比差很多 你包含到你氣象學 你都要去學 因為從1萬英尺跳出拉傘到地面 你在上面碰到什麼 雲層的 靜雲的怎麼辦 雲層裡面什麼都看不到 如果風向驟變怎麼辦 就像我們大家 有一個應該才知道 100年的總統府跳傘一樣 對啊 你從那方向做變怎麼辦 包含到氣象學 都要去經過一個 那時候我們就拉到背降場去 有些到公園去了 對 一個決策很重要 因為我經常在講 跳傘到現在 是最公平的訓練 他沒有關接 沒有男女 沒有貧窮與富貴 你所面坐的飛機 所受的訓 所背的傘 所著陸的地方 都一樣的 是的 對因為像國軍一些提示能 過去啦 曾經有一段時間 提示能的那個標準 是男女是分開的 那其實以你們散兵的訓練來說 好像完全沒有男女的差別 我們沒有男生跟女生 沒有貧窮與富貴 只有一種標準 只有一種訓練 不管你是少將來 中將來 或者是你一個二兵來 都是一樣的訓練 你所面臨的 所乘坐的 所教學的 都一模一樣 所以像那時候 我記得那個之前 女神龍第一個出來的時候 大家就哇 是 因為你們的要求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對因為我看到之前那個 你們在做神龍小組 在做訓練的時候 那個要 因為你們要那個 sky dive的時候 對小板凳 對小板凳 哇天啊 撐那個核心要真的很有力 很有力啊 對 那個真的很不容易 一般人 撐個幾秒 幾十二十秒 應該就已經不行了 標準是一分鐘 六十秒 對啊那個核心真的很強 你們有尬過誰 可以比較久嗎 那基本上 我們能不撐就不撐 基本上只要受完訓的時候 大概就不會再去碰那個 不想再玩那個 因為恨他 所以看的就是這個科目啊 那個真的 很ㄍㄧㄥ 肚子ㄍㄧㄥ 那個地方 那個小板凳上面 天啊 最後我想要跟教官少爺聊一下 就是那個 因為其實有些閃兵的朋友 他們其實 對於他們自己這種閃兵的經歷 其實真的是蠻驕傲的 因為台灣的環境啦 因為最近才有一個 安傑在台東 在台東 才開始有這個 因為其實本來那個 去年 因為去年我著心有入圍 本來想說如果獎金有拿到的話 我要去學這個 謝謝 因為我很可惜 我當這邊可以講個小故事 就拉迪賽講個小故事 應該你們那種去選兵啊 因為都是小選的時候 才會去選閃訓的人 你們應該那個 那個詢問率應該非常的高吧 詢問率非常的高 非常高 因為我那時候在那邊看 我在金六節那時候授尋 然後我就 因為有一些 有朋友有 麻煩我要去他那邊幫忙 所以我其實心裡面 已經有要去的單位了 可是那時候我看著閃兵 你們航特部的人 就是那個教官 戴著墨鏡在那邊翻的相本 你們都有一個相本 我知道 翻那個相本 我會覺得天啊 好羨慕喔 好想去喔 我想說 是不是就你們這種 招募上來說 是不是在 異議啦 異議時期的時候 你們在招募是不是還蠻不錯的 其實在招募 我要怎麼講 應該大家學問率很高吧 因為 現在的年輕人都比較喜歡 敢讚 敢訓 所以他很嚮往的是 我每次問說 你為什麼來當閃兵呢 因為這裡可以學到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 對 我說學到什麼 他說 我現在想學的 我能做的 我就是要跳完這五次閃劇 這是我跟人家宇宙不同的地方 是 那再過來你到部隊去學的 專精管道的 不管是奪招奪槍 拿三艾行軍等等東西 這些也都是別的部隊做不到的 所以很多人喜歡來特戰部隊 但是有很多人失望的離開 因為我經常最不想看到的原因 不想看到的就是 閃訓被淘汰不合格的學員 因為每一踢淘汰的學員幾乎都有哭著離開的 可是我每次都跟他講說 這是你的安全 所以教官不得不這麼做 通常最多被踢掉的原因是什麼 幾乎踢到最多雲的就是擺動著陸 擺動 對那一關真的很難 那一關是因為 跳台側滾是禁止的 可是擺動著陸是 你要模擬空中的狀態之下 來做這個滾翻 對 可是跳台側滾你知道你要跳下來的 是自主性的 對 可是擺動著陸是教官要放你下來的 你是被動性的 對 所以你會很怕他 但是我就是要讓你怕他 因為到潮州空降場 你也是不知道要什麼時候再去著陸 對 所以我們要去模擬那個環境 所以那個官是最多最多人 以前是高塔 我今天講說 以前是高塔很多人被淘汰 可是現在高塔的幾乎淘汰是零 當然也有 一期出現一個兩個就很了不起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經常跟教官講 或學員講 你們都敢去做雲霄飛車 敢玩大怒神了 敢玩笑傲飛音了 跳塔不算什麼了吧 那個東西 比這個恐怖多了 你們都敢去玩了 所以 遊樂場也幫了我們不少忙 對 遊樂場對我們的訓練也幫了不少 我只能這麼說 所以反而是在擺動著陸那一塊 因為他們要抓那個timing 然後要克服掉那個恐懼感 對 因為其實像剛剛那個葉教官就跟我講 就我們剛剛前面講的那個高跳塔 因為其實那個高度 剛好就是我們聚高震最高的 對 最高的那一段 因為其實我也跳過那個塔 可是其實我跳的時候 我就覺得還蠻好玩的 因為我個人並沒有聚高震問題 對 但是擺動著陸我就沒有敢嘗試 因為我覺得那個真的是有難 而且你學五點著陸其實是需要一點時間的 是要時間的 而且它是要變成一個很反射的動作 對 經常我在訓練的學員 或者是你現在的學員 或者是以後你想進入閃兵的學員 的朋友們 聽眾朋友們 我給你們一個建議 閃訓的訓練 不是在訓練你的腦 閃訓的訓練是在訓練你的細胞 訓練你的反射動作 你碰到什麼樣的東西 根本就不需要經過你的腦 你就可以反射出來 做相對應的一個安全性的一個措施 而不是我要把你訓練成一個機器 所以對於以後未來要進入閃兵的 或特戰的聽眾朋友們 你可以把這句話當成參考 訓練過程很辛苦 但是訓練的過程是一個美好的 當你完成五次跳閃別上閃揮的時候 是一個榮耀的象徵 尤其如果你的閃揮上面長了三朵梅花 你會覺得更驕傲 三朵五十次以上 對目前現在慢慢很多人囉 因為現在全志願意的之後了 大家可以服役時間長了 你來受專長班 對中階專長高階專長 甚至演習等等 很容易都可以拿到五十次的 那也是一種榮耀啦 對因為我就講到 我們剛才講的就是這種受訓的過程 然後加上後面就是 很多人就對於自己是閃兵的經驗其實蠻知道 我就想要跟教官聊 就是好像你們這些閃兵的弟兄 不管是在意的或退伍的 你們的感情好像似乎特別好 是不是因為這種 還是您在當教官的時候 折磨的人家 折磨得夠熊 大家的感情變得很好 對 我經常在講一件事情 其實台灣就這麼十九架 要山洞可以飛 因為十九架 那十九架要山洞 幾乎大家都跳過 所以我們都經常在講 我們都是同一個機門出來的 我們都自許為自己為天空人 所以你在退伍的之後 你又聊不完的話題 尤其是跳傘 因為在這個跳傘的過程之中 台灣是不是不 現在是不太被允許的狀況之下 所以能跳的大概都是只有特戰的閃兵 所以你閃兵在一起的時候 就非常的融洽 尤其像現在的退伍閃協 在黃成華理事長的領導之下 他每一年的活動 每一年的聯誼 每一年的對困難者 閃兵的特戰部隊 困難者的幫助 都非常非常的有成效 是的 可是你們會不會有那種 退伍之後還想要去國外跳 當然會有 當然你要有基本的條件 從國外跳傘 從台幣換算也要到八千到一萬五 不便宜 所以如果國內能夠開放跳傘的話 我相信對我們的觀光事業 是一個非常非常 或許對國軍招募 對閃兵這塊招募 更會有大的成效 而且你們的 像你們在軍中跳傘 你們的認證 在國外可以用嗎 是有拿到Rating的嗎 因為我們並沒有加入世界跳傘協會 沒有啊 所以我們的證書在國外是 要重新學 是的 天啊 老吃虧喔 但是世界各國 像我們有 我們教官就會到泰國去拿認證 可是像泰國和菲律賓 他們都知道我們台灣的情況 那只要我們拿出我們的證書來的話 那我們的訓練在國外的訓練就直接 直接就直接認證了 是可以抵掉的嗎 是的 但是變成說考試還是要考 對 不需要跟一般人一樣 從最初級來開始 對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的情況 是是是 所以變成說你們是 取得認證的時間可以比較短 比較短 對 但是還是要考那個試 就不能說直接換招那個樣子 對 哦 那這樣其實還是可以 是可以 可是你們有教官目前有去試過 因為其實我一直很想做的一件事情 是去飛那個Winsuit 是 你們有人去嘗試過了嗎 目前還沒有 還沒有 因為我聽說那個難度很高 是要至少Sky 不是Skydive 是那個所謂的Bass Jump 對 要五次以上 然後再拿到教官 然後拿到教官之後 好像還要再做Skydive幾次 對 兩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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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欸 我覺得那難度好高 其實在做異裝跳傘的狀況之下 嗯 為什麼不會被允許 我剛說過 嗯 聖龍小組在平常 他雖然是上課 嗯 或者是在全民國防的營區開放 是 的表演 嗯 但是你孫正做到異裝的表演的話 其實在台灣來講 好像沒什麼場地可以用 沒那麼大的空域場地給你去用 因為 雨薇哥你看看 台灣只有哪幾個縣市沒有機場而已 對啊都有 幾乎都有啦 對 幾乎都有機場的 你沒有辦法再很順利的去翱翔 嗯 這個 對 因為那時候女神龍 我記得第一個女神龍出來 那時候採訪我有去 然後我就問她說 你會對Winstoo有興趣嗎 他說我超有興趣 對啊 我想說你們應該對這個都 對 異裝都很有興趣 尤其在以長途的高空滲透來說 對 其實Winstoo是個很好用的裝備 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對 只是變成說 相對它需要的一個場地 場地 對 在台灣來講是比較困難一點 對 加上台灣的地形 因為我們並沒有那個像 北歐那樣 對 山谷啊峽谷的 這些斷崖式的長地形 對 因為雖然說我們有太魯閣 太魯閣很窄 很窄 很窄 對我覺得蠻可惜 當然也是 期待啊 就叫你們有些弟兄未來 可以挑戰到這個東西成功 是的 其實我很期待 因為連我自己都好想去 但那個成本真的很高 成本很高 所以我真的覺得 如果像很多聽眾朋友 如果你是對於這種極限運動 有興趣的 在台灣 因為我們環境的關係 其實傘兵是個 蠻好的選擇 讓我這樣講 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沒有錯 其實這種跳傘 不是一般人可以享受得到 尤其在空中 尤其像你還記得你第一次 在潮州跳傘的那種感覺嗎 我經常 我把我的感覺 化作為上課的第一句話 我每次在上整備營地都講 是面對死亡 緊張惶恐 不安害怕 甚至面對死亡 這幾乎是每一個傘兵 在第一次跳傘要所碰到的 是 可是當你跳熟了之後呢 跳熟了之後 會更加的小心 你要保護自己對家人的一種愛在 你要更要保護我的弟兄 在天后 飛機 場地 任何一個條件不許可之下 不要去冒然的做一個訓練或跳出 會更加的小心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 果然是教官 對 一切都是為自己的學員 為了安全照相 可是在這種跳傘過程 你會覺得他其實 以跳傘本身 我們講跳傘本身 就以你當一個傘兵來說 會不會有一種自我實現的那種感覺 就是我做到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情 當然啦 來到傘兵 來到跳傘 尤其你參加過特種地形 或者直升機跳傘 你實現的自我價值會更高一點 因為你完成了很多人不可能完成的一個訓練或任務 因為你提升了你的訓練價值 你提升到你的人生 你可以對你自己完成一個負責 你可以對你自己的一個行為 或者是一個獨斷的思考 來做一個自己的一個 就是說一個成本 對 尤其是因為你跳出去的瞬間 像剛剛教官有講的 在跳之前 是教官這邊 但是你跳出去之後 你一切都要為自己負責 對 我覺得這是個蠻好的一個人生歷練 你會知道說我該自己要注意什麼 尤其我覺得 如果到了神龍是更好 因為神龍要自己折傘 對 當你折傘了之後 你是一切從地面上 你就開始在為自己負責 尤其是為自己的生命負責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好的一個經驗 非常謝謝教官 今天來我們節目來跟我們聊一下 就是這種 這個禮拜就是陸軍進行的一個水域跳傘 他們到底跳什麼 尤其在軍中 我們的陸軍的客棧傘兵 他們到底跳了哪些特殊的傘 在這邊也跟各位做一個介紹 那還有一個就是 你在這種跳傘的過程 你應該要受到怎麼樣的一個訓練 然後該抱持了怎麼樣的態度 在這邊教官也跟大家做了很精彩的分享 非常謝謝教官 謝謝 謝謝聽眾 各位聽眾 謝謝雨薇 那在部隊過我們是每週三固定會更新 那非常感謝你的收聽 如果你喜歡的話 也請追蹤分享 並請大大門上個五星的好評 那另外在這一週的水域跳傘 就星期三的早上六點到七點 和星期五的早上六點到七點 預計啦 預計是這樣的時間 因為當然因為這禮拜有颱風的環流 目前這個時間可能會有些變動 但目前的規劃呢 那我們在禮拜五的早上六點到七點 我們會為各位直播這一批的學員 十八位 他們進行水域跳傘的實況 那也請大家為他們多多的鼓勵喔 那非常謝謝大家收聽 那我們下禮拜三見 謝謝教官 謝謝 拜拜 拜拜